非常多的世界名人的蜡像 那我们所在的并且非常熟悉的 北京杜沙夫人蜡像馆呢 也是开馆走过了三年的历程 也是非常的不容易 那么作为前面商业街里面 首个世界级的国际化的场馆 杜沙夫人蜡像馆 北京杜沙一直致力为广大的游客提供高品质的服务 以及这样的一个沉浸式的娱乐体验 而且走过了这个三年的历程呢 其实北京杜沙已经迎接到了 来自于各国各地的近百万的游客 非常娇人的成绩 那么自今年的七月 正是全新亮相的时尚区 也是融合了北京 纽约 伦敦 巴黎 这样的四大时尚之都 而在这个时尚区里面 其实我也特别希望我们在场的好朋友 真的有机会可以去我们的时尚区看一看 因为在我们的时尚区里面呢 可以看到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时尚人素 而且在里面可以真的感受到一种 沉浸式的时尚的娱乐体验 而且这个区域开幕以后 也是受到了广大的游客 特别是年轻人的好评啊 那其实像我们的北京杜沙 这么的用心创造这么多的区域 也是希望我们所有的好朋友都能来 有机会来走一走 逛一逛 那么今天呢我也是非常的荣幸 可以和在场的所有好朋友 再次见证又一位音乐之心 入驻到我们的北京杜沙 加福尔拉相关 没错 他就是我们的全能音乐人张艺兴 那提到张艺兴呢 总能让人联系到很多的关键词 而有这样两个关键词 我认为是特别的重要的 比如说努力与挑战 那作为娱乐圈里面 为数不多的影视歌多细发展的 全能音乐人的张艺兴呢 一直以不懈的努力 不断的突破的形象 向我们展示他的种种的无限的可能性 那即便拥有了非常多的成绩以及光环呢 其实我们看到的 张艺兴呢 却是始终如一 和华业乐团 华与音乐人来共同成长 而与其他的优秀的音乐人来共同打造 全新的华语的音乐的格局 也是他一直努力的方向 以及智力的目标 没错 那么今天就在我们的现场 在我们的红色的幕幕后面呢 就是他的这个蜡像的真声了 今天也是我们盛大的这样的一个节目的仪式 不过在我们节目之前呢 还是有请我们精心准备 此次活动的主办方 北京杜沙川拉相馆的总经理王瑞女士 致辞让我们热烈掌声 有请王总 大家好 感谢主持人啊 我刚才纠正一下 主持人刚才的那个话里 我们开业以来 我们现在呢 接待了上百万的 不是近百万的这样的一个游客 大家 中近的各位来宾 中近的媒体朋友们 中近的粉丝们 大家下午好 非常感谢大家 在这个初秋的北京 来到前门大街 来到北京东山坡人拉相馆 与我们共同见证 张艺兴大象揭幕仪式 那么请允许我呢 代表北京东山坡人拉相馆 代表英国的 莫林娱乐 莫林娱乐集团公司 感谢 并且欢迎大家的到来 谢谢 东山坡人拉相馆的话呢 已经有两百年的历史 那么在全球的 二十多个 杜沙夫人拉相馆里 我们的每一种拉相 都是由专业的 英国的艺术家 通过传统的 拉相手工工艺 雕作 精心雕作而成 那么我们在秉承了 杜沙夫人百年的 对于拉相叙叙如生的 品质的基础上 我们不断的创新 志在呢 为我们全球的游客 提供无与隆笔的 难忘的经历 那么北京东山坡人拉相馆的话呢 我们是成立于2014年 那么这几年以来 我们精心打造了 中国精神 世界领袖 体育 音乐 电视 电影 等九大的区域 那么今年的话呢 7月份 我们根据 结合时代的潮流 根据年轻人的喜好 我们专门为 喜爱潮流 喜爱时尚的人们 量身打造了时尚区 那么在时尚区里的话呢 大家可以秒变成国际超模 从北京出发 走向各个时尚之都 那么同世界各地的这些名人呢 进行街拍 进行广告 上杂志 最终呢 走上星光璀璨的 这个时尚的梯台 那我们这个全新的区域呢 通过一些互动的装置 以及声光电的结合 不仅让大家能够感受到 作为一位超模的 这样成长的 这个路程的这个 这个不义 那么更能够通过 超模的视角 看到世界的精彩分成 我们杜山富人拉象馆的话呢 在选取拉象名人的这方面的话呢 着重着眼于呢 各个领域的杰出的代表人物 同时呢 我们更关注名人 对当代的时代的 这样一个影响力 更加重要的是 我们倾听消费者的呼声 今天马上我们要揭露的 这位明星 张一新先生 他就是一位在消费者的心目中 呼声非常高 并且在中国数字时代 有着特殊魅力的名人 努力努力再努力 相信大家都知道 是他的代名词 他从不断地从音乐人 主持人到演员的 这样不同角色的挑战 都为大家交出了 非常漂亮的成绩 也赢得了大家 深受大家的喜爱和肯定 他作为时代的这样的一个年轻的偶像 我们从他身上看到了他的真诚和善良 努力以及他勇于对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挑战和创造 那我期待 那我期待并且真诚的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音乐区 与一心一起去体验一场名人 无与伦比的 在中轴线上无与伦比的名人之旅 那么最后呢 祝愿张一心先生的事业 更上一层楼 更创辉煌 那么也祝愿各位健康快乐 谢谢 好的谢谢 谢谢王总的致辞 通过您的这样的一个介绍 其实我们对于我们的 已经有超过百万游客光顾的 北京肚子亚发展浪向管 又有一个全新的了解 当然了我知道大家今天都是为他而来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 以及尖叫声 有请今天的主角张一新闪亮登场 哈喽 你们的尖叫声有你的热情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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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心 你好 亲爱的 最近的各位观众们和朋友们的 我是张一心 非常荣幸 非常高兴能够 入住北京肚子亚发展浪向 是 我知道其实一心今天也是很早啊 就来到了我们的北京肚子亚发展 刚刚我在里面逛了一圈 去到了时尚区 去到了音乐区 对 感觉怎么样 坐下来 首先对我来说是一种荣耀的 然后能够进入音乐区 跟那么多好的歌手前辈 站在同一片区域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种认可 所以感谢 实际上其实一心 这次我们也说到了您的热情 将会入住到我们的音乐区 我们也知道其实音乐队来讲 其实有的特别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那刚刚走过了我们的音乐区 对里面整个的这个布置 包括整个的这个感觉怎么样 音乐区里 我不知道我那个区域会怎么样 但我希望可以给我搭建一个舞台 因为对我来说 每一个歌手都需要舞 是 所以他的这个渴望是希望有自己的一个展示音乐的舞台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 然后王总也说OK了 其实我们刚刚透过这个视频直播 您知道刚才你在看这个音乐区的时候 我也看到您会特别的细致去观察 比如说走到音乐区里面的音乐垃圾 他的那种感觉 给您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垃圾 其实我小时候是非常想来拉唱馆 读商分享餐馆来看看 不过可能因为读书 上次时间比较紧张 所以没有人来 然后现在能以这样的方式过来参观 我也蛮开心的 对 而且就像我们所说的 今天您的垃圾也会正式入住到这个音乐区了 对 其实这个还蛮神奇的 就是在刚刚看到自己的拉像 还能够做出来的时候 有 有点不敢当 对对 不敢当的感觉 尤其在里面其实也会有非常多的 国际的巨星啊 国际音乐人在里面 对 那一星您对于 音乐的理解和音乐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就是带着追求自我 然后 把一些 因为我觉得现代 每个人的生活都比较 不能随心所欲 因为有很多条条红红 没错 所以我希望在音乐这个环境下面 每一个人都会放松的 每一个人都可以 展现自我 然后 在不同的音乐 不一定是我音乐 但在不同的音乐 选择不同的音乐的时候 可以感受到自己不同的人生 或者是感悟到自己不同的人生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对音乐的态度 对 可能我们每天的生活已经压力很大了 那么透过这种音乐的方式 能够传递出自己的一种 对于生活的理解 对 其实也是一星直在坚持去做好音乐的一种本真的目的 就是希望能够透过音乐的方式 能够传递出你对于生活的这个态度和理解了 希望这次出的第二张专辑可以再为咱们争争光 对 我相信也一定可以 你知道刚刚我们的粉丝朋友也说到 今天一星会不会聊聊自己的第二张专辑 我说会 我们在后面的这个环境也会设计 让一星来好好的来说说自己的这个音乐 其实我觉得我们一方面 音乐是传递生活的态度 我们的北京度差 其实也是在传递一种生活的理念 比方说我们的时尚区 比如说我们的音乐区 每一个场景的布置 都是对在这个场景当中的 艺人明星的 他的一种舞台的状态 或者生活的状态的一种解读 那么可能我们平常没有机会 经常的见到 比如说本人本尊 但是可能来到了北京度差以后 就可以跟你喜欢的明星 在一个特定的场景当中 去进行一个近距离的接触了 对而且真的是非常重心 包括在测量的过程中 也是真的是一点一点 一点一点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细致 所以真的大家可以把它当作 我的弟弟或者是我的双胞胎哥哥之类的 这样的来看 主要这个弟弟和哥哥 我觉得主要是看他的身高 就是因为 不是 对 因为比我 对对 就是如果 个个比我高的话 就是可以叫哥哥 如果哥哥跟我差不多的话 就是双胞胎 对 哥哥如果稍微矮一点 就叫弟弟 那如果一边高呢 一般高是双胞胎 双胞胎 对所以一会儿节目一通 我们看看究竟是 一心哥哥还是一心弟弟 好不好 对 那其实今天在我们正式的这个 节目之前 你知道我们的北京度差分 那里面也是 给你准备了一份 特别特殊的礼物 那么接下来呢 对 有礼物 今天我们准备一份礼物 那么接下来呢 让我们有请北京住家 分达大乡馆的总经理 王瑞女士 来上台把这份礼物送给一心 好不好 有请王总 对 瑞总 你说一下 这是一份什么样的礼物 一心你还记得吗 你还记得 量身的时候 有什么印象 对 这是一心在量身的时候 当我们英国艺术家呢 采取了他的这个手上的 这些信息制作的一个手膜 那我们把这位 把这个手膜的话呢 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手膜 送给一心 祝一心的事业更上一层楼 而且的话呢 我也知道他的第二张专辑 马上就发行了 那么祝专辑 一路更顺利 那么同时呢 10月份好像是你的生日 是吧 也提前祝你生日快乐 好像意义很多是吧 所以今天这个活动真的是艺满多的 一心 当你拿到这个礼物 真的是 世界就给独一份的感觉怎么样 其实有两份 我这里还有一份 好吧这个等我都没法接 王总 我们还要合影留念呢 这么重要的环节 对不对 来 有请我们的媒体朋友来帮忙 留下这一男王的瞬间 这边 右边 照顾一下右边的媒体 右边 右边 好 照顾一下中间的媒体 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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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再照顾一下左边的媒体 以及粉丝朋友 照顾一下左边的朋友们 好的 谢谢 那么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可以帮忙 先暂时的收一下这个礼物 王总 您看您刚刚就想消失休息了 但是在休息之前 咱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环节 是什么 是揭露啊 对 那么有请我们的一心和王总 来站在我们这个 同步的两侧 两侧 对一左一右 因为我没神 对 我们找一下这个中奉子 OK 现在站在这边 不许偷看 调皮捣蛋 好的 那么我们全场一起来倒数五个数字 我们一起来数五次三二一 然后两位来正式揭开我们的一心的 拉象的真面目 我们全场一起来倒数五四三二一 好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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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担心的拉象正式入驻 北京度假 柯大象館 好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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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王总和一星来一起先照一张照片好不好 来 王总 王总和一星还有一张您在这边也好 对 我们先起来 对 不能来举一个这样的手势哈 看中间 老师们 看中间 谢谢 看中间 谢谢 是的 这么在照相前跟大家来报备哈 从明天就是9月9号开始 您就可以在我们的音乐区 见到张艺兴的《辣象本尊》了 好的 谢谢王总 请王总稍事休息 好 OK 我这里没有拍够 一星他没有拍够怎么办 所以我们也要 左 右 前 后 上 下 全方位的拍一拍 好不好 我来捕捉一下一星 每一个这个瞬间 我知道你们拍多少都拍不到 对不对 我有话想说 有话想说 那就是 怎么怎么 我们懂那种感觉吗 就是 每次做的 我们看到的是正经人 就是反面了自己 嗯 后来一个 留着自己长一样 有点不适应 太神奇了 是真的像 是真的像 因为我在想 如果真的有一个这样的词 比你帅 诶 怎么办 有两派了 没关系 比我帅是一 对 金居浴 她比我矮一点 对 稍微矮一点 最近长个儿 不是今天鞋子有根 好啊 那你就跟我弟弟 你能轻易展好吗 太容易 想一下 这个话 我帮你拿麦好不好 我们来帮忙来照几张相片 真的不是 不是就是 你先站在这边也摆一个同样的手势 好不好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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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 好 这边 中间 对 我们再移步到蜡像的右边 再照顾一下右边的美女朋友拍照 好不好 我全方也都有拍照 对 中间 所以你们看到那个蜡像 都觉得帅不帅 像不像 帅 像不像 要 要不要来每天都家看 要 OK 要的就是这一句 对 所以 看到他的这个感觉 包括他这个整个穿多打扮 有什么感觉 有什么样的直观感受 还蛮好看的 如果 自己看到这个的人 会觉得还蛮好看的 对 自己都觉得自己蛮好看的 对没有 我没有觉得自己蛮好 我觉得他挺蛮好看的 对啊 其实也是就是在 间接地夸自己蛮好看的 甚至你 我还注意到 你看他里面的这个 掌心的这个纹路 你可以对比对一下 他会是 你看他的这个 重要的这个手纹 好像都会跟你的这个 会很像 非常细 那天在测量的时候 就是已经测得非常细了 包括手的 照片的这个角度 什么的都会给他 对 所以其实整个量身的过程 你当时有 有这么高的期待吗 会有这么多的高的这种 会觉得 会做得如此的BJ 说实话 OK 说实话 我当然知道 肯定会 杜沙芬的那种大想法 我只能来说 才能想到真的 所以我刚才接过的时候 我在接过那瞬间 我就往总说 真蛮神奇的 你知道 对 所以其实也是 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 杜沙芬这个品牌的信任 就相信他们一定会把自己的 最真实的状态 能够给他呈现出来 对 所以当你刚刚接幕的那一刻 也被自己的这个 拉象就吓掉了 就是吓 是真吓 对 而且其实我们今天 早些的时候 工作人员也跟我们讲 哎呀 今年这个 一线的拉象结尾 也是代表了一个 非常高的水准 大家普遍会觉得 尤其之前好像 经纪人还有妈妈好像 有来看过 会觉得 侧面 侧面会 永违的下这个感觉 对 你可以看看他这个侧面 完美沙的 这个45度的感觉 是是是 我也是觉得 一看 只要看到另外一个 子侧早在镜子里面 看到人 看着光明蛋 感觉真的 还蛮神奇的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 以前也应该要约自己 身边的好朋友 有机会 可以来杜沙这边 看一看自己这个拉象 如果粉丝朋友 可能不能每天见到一星 那来北京杜沙 过过你 也是一种特别不错的选择 很厉害 对 我觉得他的就是 所有的这个 神韵的感觉 都会捕捉得很好 对 所以你当天在 量身的这个过程 有没有什么特别难忘的 其实就是 没有什么特别多 只是觉得很细致 完了 完了以后 其实对于这一整个 他们给我 让我能够录注说是 音乐区的时候 我其实更多的是 能够感动吧 对 那个时候好像 没跟我聊说 是在哪个区 但是 听到是 在音乐区 对我来说是 大大的感动 完了以后 其实做这个手势呢 可能有的人知道 有的人不知道 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手势 这个手势其实就是 粉丝啊 到我刚出道的时候 就给我 我做了一个这样的音乐手势 因为他们在信里面 我经常读他们写的信 他们在信里面 他们说 如果 咱们没有带手服 或者手服被没收了 没有带奔牌 对 我们可不可以用这个手势来代替 就跟我做了这个手势 我就觉得这挺好 也省钱 对吧 对 做方面来说 挺棒的 我觉得这手势挺好的 然后一直就这么做了 大概 从2011 不好意思 我做了 反正出道五年嘛 对 出道的 去 我去一个 叫一个 什么什么大歌会的一个组历节 他就给我 这个手势 然后你到现在 就把它订阅一下 也是要提醒自己 不忘初心嘛 是 然后 所有的 就是 力争将好的姿势 我觉得也是 就是 那种挑战自我 然后 就是有很多 其实自己的想法就是 就是 希望能够 把 自己想做的事情做到最好 没错 哇 最坚定的眼神 我天哪 对 所以其实 我们也说到了 其实北京杜莎也是特别下心思 要把一新的这个 您的蜡像放到我们的音乐区 其实也是对您在音乐道路上的一个肯定 那么 之前 好多粉丝团演员问 哎 这个二胎啊 第二张专辑的这个情况 能不能在我们今天 拉向监督的这个现场 给大家透露一下呢 其实就是最近一直在闭关 对啊 就是在做这个二胎嘛 那个 但是有 因为自己在做 负责到每一个板块的时候 就发现 啊 原来一个人 真的 为什么说团队 团结就是一样 真的是 非常非常有道理 就是 真的不是一个人能做的 是所有的人都要团阶在一起 嗯 才能够把这张专辑给做好 因为参加了 参加了整张专辑的编曲 或是所有 然后那些 鎖碎到 拍摄日程的 定 定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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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个 服装的整个的 那个 选择造型 全部都要 处理的情况 因为 哇真的是 就是整个人就有点不好 但是 呃 今天 还有今天 因为一直每天 晚上从 大概可能 从下午的 四五点开始练习 就练到晚上 大概十一十二点 或者就更晚 可能三四点 嗯 那 刚刚听到 到楼下听到粉丝 突然 我还以为 没有吓到 因为很久 没有 对 跟大家这么进去 直接接触 然后大家给我这么大的 支持 所以我就希望说 啊 既然大家 给我这么大的 支持 鼓励 嗯 那我就想把 今年这个音乐 做到最好 让大家看到 金正牛败的张银音乐 所以 就像我们 本音乐 那晚那里 是一直在 不断的 改变创新嘛 没错 所以就是 希望 或许会有更多好的合作 然后也可以对得起 爱我的粉丝朋友们 也可以对得起 都商分 对我的选择 是的 多么粉丝的一段话 掌声鼓励一下 是的 刚刚粉丝朋友 其实也特别交代我 一定要跟以前说 让你一定要好好休息 因为他们知道你每天 可能最近在忙碌自己的二胎 忙碌自己的第二张专辑 每天都会熬夜到非常晚了 所以他们也希望你们 真的要多一点时间来休息 保证自己这个身体的状态 才能有更好的工作的状态 还有更好的音乐给大家 好不好 好 答应了哈 我把你的话已经传递到了 OK 那么其实今天在现场 还准备了这样一个 小小的游戏的环节 叫做 述说张艺兴 对 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去用一些 数字来代表你的这个发展 那比如刚刚我们说到 比如说杜莎已经 北京杜莎 开馆三年了 那艺兴刚刚说到了 也是出道五年了 其实我相信对于你来讲 对于北京杜莎 都会有许多非常 重要的数字 其实如果这么说的话 哥还不能这么算 诶 怎么说第一 有的一些底谜啊 嗯哼 是六岁的时候 我拍那个 欢欢 哇 他们好喜欢欢欢 就是我们工作室 还有拍 就是我们现在工作室里面 还有一些小伙伴们 就是不是我的粉丝 但是欢欢的粉丝 是欢欢的粉丝 对六岁的时候 算不算出道 那也算啊 在大萤幕上都出现了呀 所以说看着你成长起来 是是 好不好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树说张艺兴会有哪些 提醒的哪些梗哈 艺兴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这边的大屏幕 我们先选择数字2吧 玩的2给你来讲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2 中二病吗 中二病 中二病 二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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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大家觉得这个2会代表什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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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给力啊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2代表什么 好吗 诶 我是 对 对于运行非常重要 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它的第二张专辑 所以这个数字2对你来讲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今年 是 OK 我们再来看一下 呃 诶 左下角还有一个2 呃 还有2呢 这个2会代表什么呢 你觉得 二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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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再往其他方面联想一下 和拉香有关呢 第二个张专辑 二月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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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张专辑 刚才谁说第二个张专辑 好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2代表什么 对 二月红 二月红 而且其实我也知道 好像这次 专辑会有两个拉香人家的见面 哦 对 对 你们就可劲的叫就好了 对 我把专辑都PO给你们的 来 这个二月红是张专辑之前的这个角色 角色的这个表现 我们再来看一下他选个数字 你觉得 选哪个 嗯 2说过了 嗯 说 说 1吧 1 1你觉得是什么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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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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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我提示你什么时候进行了量身啊 量身是什么时候 一月份吧 一月份 是吗 是一月份 确定吗 这题答错了就下去了 是几月份 一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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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数字1代表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是的 2017年的一月量身 这个1这个数字 其实对于你的整个的拉箱这个过程 应该是开启了第一步 因为从量身开始吧 对不对 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数字 再选啊 还选哪个数字 3吧 3 3你觉得会是什么呢 3 3羊开泰 哎 我离门嘞 好好 3 3 3 大家可以往他的整个演绎的状态和声量上去想一想 这是一个不错的解释 诶 这是一个不错的解释 好厉害啊 什么都能往上转 对 3 第三个关节 哈哈哈哈 我们看下答案吧 我来看一下说的是什么 3 3 对 我才拍三部电视剧啊 哈哈哈哈 没有啊 其实我觉得 一些真的是要拍一部 把一部都成为精品 对不对 所以三部电视剧 步步都是非常的深入人心 不步 可以这么讲 这个不是不带吹牛 不是拍完屁 好 我们再来看 再找个数字 8 8 3完的就是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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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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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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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说到这个量身的过程真的是蛮细致蛮辛苦的 你在整个这霸药身体脑子里面想的是什么 我会想知道 好像就觉得自己胖了 会吗 就觉得真的是 因为他那个在量身的过程中会有一些就是着装 就是可能因为要看到你的身形啊什么的 然后就觉得还是胖了 所以量身的时候你会穿着比如像今天这样的衣服 还是会会怎么样的感觉 量身的时候就是 大胃箱 酷点胃箱 对 就是主要是要让看到整个的心理 然后他会做得跟我差不多这么理解 但是真的他们非常用心啊 对 所以这八个小时时间你会觉得很紧张很紧凑 很紧张很紧凑 然后那以后也真的是非常专业 不会浪费很多的时间说在没有用的地方 都是全部都是在他们所有的为了这个作品的精致 就跟雕刻的用途然后就去做了这个八个小时的量身 所以真的还真的觉得蛮高兴 但是我觉得其实付出去八个小时都是值得的 今天看到了这么精美的拉像 是真的 是真的 好那最后我们再选一个数字哈 我们来看一下 9吧 9 9 9代表什么 9月 9av 9 9 都学会抢答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9号 是的 2017年的9月 拉象正式入驻北京杜沙 而且同时是在明点 就是9月9号 我们所有的粉丝朋友 就可以在音乐区来见到我们的 张艺兴的这个拉象了 对 所以现在来讲 其实每一个数字 结架的数字的背后 可能对于每一个人 包括对于我们的北京杜沙 这样的一个品牌 都会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们也希望 其实从今天开始 在未来的道路上面 我们的艺兴在 特别是他即将要 给大家见面的这个二胎 两张专辑 已经在演艺道路上 能够取得更大的进步以及成功 好不好 好 好 那今天也是非常的开心啊 那一星能够在本朗兄 来到我们的北京杜沙 阿芬拉像我们来接过您的这边 我们的一口干上了 好吧 那最后 这样的一个Kiss 来结束我们 今天这样的一个发布会 好不好 对对 还是 你都觉得 首先他在这里 还是要感谢一下 北京杜沙 阿芬拉像 真的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 好 今后请他一下 这样的一个Kiss 来结束今天的 然后再看我拍几张 我们这样吧 四连拍我们 想出四个最帅的pose 好不好 好 这是第一个pose 我看王总眼都看直了呢 这就只好变成了迷妹一般 开了我 看谁 这边 好的 谢谢 也再次感谢我们所有的粉丝朋友和美女朋友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发布会 也感谢一星的反光中能够来到我们的北京主下见证您的大项的节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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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稍后呢将会进行的就是我们的媒体的全访的环节了 有请我们的媒体朋友 可以啊 媒体朋友可以一步到我们的前面来加机器来进行全访 然后粉丝朋友可以我继续的来退场了啊 那干嘛 辛苦了 我现在就 我现在就 我现在那么近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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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美女朋友可以加一块机器哈 然后然后你先稍微的收拾一下 散了汗补个妆 然后把他自己的就是我们的 把他把话筒给到我们的工作人员 蓝粉丝出那边来 蓝粉丝出那边来 是不是 我 我一直到一个人 我一直到我们的工作人员 大家可以稍微的动动后走的半步啊 就我觉得会好一点 对 把机器架的上给我们的后人 对 对 下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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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把麦给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 吴宏 吴宏 然后我们身边有一次的配合作品 那 谢谢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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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大家来 加一点 机器啊 我来 好了 站 谢谢 你 好吧 啊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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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来 对 谢谢我们所有的粉丝朋友可以配合 有秩序的推一下场 谢谢 这个没有办法 蓝箱是固定的 让它这样染上 你是往后一点吧 不然太近了 要不然把所有的机器什么都拿到下面会好一点吧 对对对对 对 大家都往后一点这样能保证 把麦先给我吧 这样往后会痒 哦 会痒 但是 太近了 嗯 上面可以吗 哦 对 对 给大家调整一下 给自己镜头找到一个最好的位置吧 你就举这几个话都不能给人们埋牌露 因为太靠前了 这个画面太短 就要拍位置 这个画面太短了 就不要往那边 让我那边更便了 所以一会儿 所以老师里面 他不能站在那边 他站你那边 对 站这边 这边 这边太鲜了 太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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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那边的是往这边振 整体我们挪拌过好不好 这边没有阶级 你想唱 刚刚他要笑了 让别人做 那搞得比较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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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这边迈过来一点 我让他站这里 好吗 辛苦了 辛苦了 好 我们这边调一下就好 他不会碰到手就可以了 你往这边聊完 确定在你的位置 我来拿一把 我看你都拿不下了 对吧 所有麦标都露出来 然后 我们就调一下 你们确定光什么的OK就可以 好了吗 那个他有条例有画的 他手里有别的 你尽量别碰到画头 我没有外 我没有外 我可以说 可以开始了吗 你们都OK了 OK了 我们请一下一些话 你站起来吧 没事 站起来点 你两家两个机器玩就够了 你给我机器软一点 这刀点 这儿转的位置 你要不要好像有这儿转的位置 你也转过 你也转过 你还没有 你还要不要抵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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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要抵护 你还要抵护 我们的能力寻找啊 我这种不必有 那个刀了 天啊 放低点啊 倒两了 放低一点 拿着这儿 这边 来这边 好 这边是为长达 不然太幸福了 好 不好意思啊 谢谢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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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各位今天 的美女朋友们在 大家可以提问了哈 你记录了100分你给大家这样打几分 120分 那你量身的时候我们遇到什么困难 量身的时候没有遇到什么难听 量身的时候没有遇到什么难听 主要就是 就是量身嘛 那你为什么选择这个机枪票 因为我那个时候 因为刚刚出好像 那个时候Lose Control 那样转身机刚刚取得的 自己还感觉比较满意的成绩 所以王林我觉得这个是我的 荣耀之一所以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也蛮重要的 所以选择这样的 那你那样你觉得哪个最像 就真的像 就是像 鼻子像不像嘴巴也像 眼睛也像 天啊 那你刚得的自己能录制复杀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这个内心是非常复杂的 为什么呢因为 可能对我来说因为我从小 也要关注娱乐界 所以就知道能够入住 杜沙夫人 拉香馆这样的 荣耀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所以我希望 这张医生自己珍惜 现在所有所有的一切 也是为什么把这个首饰 放到这里面也是 希望自己能够懂得感恩啊 北京 北京 咱们国家首都啊 咱们国家首都的 马强馆多高中呢 对 一兄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姿势站 哦 是不是这样 还挺难的这个 这个 不好意思 这个 他其实这个姿势 在站的时候 他还稍微比较方便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要两个脚站直的话呢 还稍微会累一点 因为他们那边的 那是英国人对吧 英国老师们 团队也是说 如果这么两个脚站直的话 会很 是这样什么 就会很僵嘛 操我腿疼什么 所以让我稍微弯一点脚 这样会站得稍微舒服一些 自己就做了这个姿势 那其实真的还 真的蛮好的 特别真的每一个人都特别好 对我 还给我准备了一个大房间 然后给我摆了很多饮料 水果什么的 很温馨啊 对 那你刚刚说你之后 就是上海独山也会有一个来象 那你会有什么造型 诶 我没有说 这不是我说的 就是那个 就先哥哥说了 之前在综艺节目当中 大家都叫一星小绵羊 现在说 改了一个称呼叫小狐狸 你怎么看这个称号呢 其实 也没有吧 因为自己自己属羊的话 我还是小绵羊 就是小绵羊进化 进化了变成羊了 是吧 其实也还好 主要是在哥哥们的培养一下 要感谢我们极限男人 帮哥哥们对我的培养 跟教导 跟教理 对 你喜欢哪个通号 我喜欢 我喜欢 所有大家 其实对我来说 都喜欢 因为这是别人对你的一个印象 所以 如果别人 对你有印象的话 也蛮高兴的 就是别人路上 走到路上 会说 喂 小绵羊 你好 你好 这些问题吗 然后这体力能吃了小 我觉得很清楚 体力还行 就是可能精力有一点 反正是有一些 会有一些疲惫 但是没关系 我觉得能做好 得相信自己 做小狐狸以后 感觉怎么样 因为之前做小狸羊 经常被人欺负 没有 那个其实 主要是可能 就是 很多事情不懂 就是慢慢的说 原来可以这样 原来可以这么玩 原来可以做这样 其实还是没有觉得说自己 很厉害 但是 能够多动作脑 就蛮好玩的 主要还是哥哥们好玩 就是有 我们在拍 极限挑战第一季的时候 就是看到哥哥们在玩 都已经很好看了 那你觉得不是吗 好的 最后一个问题 接下来什么 电影计划 呃 接下来电影计划 呃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因为 可能会在 一个特殊的时间 会 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 好的消息 好的 谢谢 谢谢大家的去访 再次感谢我们 媒体朋友的这个 分享 谢谢 谢谢大家 那么 辛苦了各位 辛苦各位 请我们已经来烧水休息 谢谢 还不是东方地 没有东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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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谁呢 这是谁呢 谢谢大家 再次感谢大家 能够参加我们的 委屏图片放大小伙伴 我们正在现在的节目 魏老师 我那个给我唱 我估计 没这儿 他有那现场的时候 或者有那个话 等我可真 他说话 可以 我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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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朋友 说一下 欢迎你继续的 剧场 谢谢